贝利亚正在欺负格力桥 她狠狠地锤打格力桥 还把她打到天上去 等到格力桥落地 又重重地一脚踩踏不去 而这一幕都被笼子里面的小赛罗看在眼里 住手 你这个大坏蛋 不许欺负我妈妈 嘿嘿 小赛罗啊 你爸爸现在已经黑化了 等我拿到他的奥特勋章 就再也没有人 是我的对手了 另一边的赛罗日子也不好受 只见无数道闪电抽打在他身上 神秘四奥将赛罗围在中间 正在不断召唤空中的雷电 劈向赛罗奥特曼 雷电每劈一下 赛罗的力量就增强一盒 原来赛罗已经黑化 神秘四奥正在给赛罗补充能量 用来驱散他体内的黑暗之力 一旁的泽塔看得十分焦急 他忍不住耐喊了 赛罗师傅 求求你快醒过来吧 贝利亚已经进化到了极恶形态 师娘和小赛罗也被他抓了起来 现在只有你醒过来 我们才能对付得了贝利亚 可能是听见了赛塔的召唤 也可能是能量已经充满 只见黑化赛罗突然变了的形态 人也慢慢地清醒过来 格力乔和小赛罗在哪 快带我去救他们 赛塔带着赛罗来到了海边 果然是极恶形态的贝利亚 他居然把格力乔和小赛罗关在笼子里 周围还有几名怪兽小弟在看守 看样子不能动用武力了 贝老黑 快把格力乔放了 爸爸 还有我呀 也让他放了我 我可以放了格力乔 但你必须交出你的奥特勋章 好 我可以给你勋章 拿到勋章你马上放人 等我融合赛罗勋章 就再也没有人是我贝利亚的对手了 贝利亚拿到了赛罗的奥特勋章 便赶快离开了这里 赛罗哥哥 不怪我 害你失去了奥特勋章 那你以后该怎么办啊 没事的 只要小朋友们喜欢我 我的力量很快就会恢复的 等我融合出闪耀形态 就能夺回我的奥特勋章 不怪我